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为了改变华人社会的迷思 改变一些人对既旨教育的错误观念 那今年来一直向华人社会推广既旨教育的独大教育机构 今年就特别举办了第一届的鲁班奖 以表扬本地对传统工艺有贡献的师傅 并且宣扬华人传统匠人的鲁班精神 那可能一些新生大会问的 谁是鲁班 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奖命名为鲁班奖呢 其实说起鲁班 传统的华人工匠都把它称为祖师爷 出生于公元前507年的鲁班 他拥有着超寻的工艺技术 在中国古代建筑及木工等行业的贡献举足轻重 相传由他发明的多种工艺技术流传到了今天 还被人津津乐道 早在西方还没有发明机器 迈入工业革命之前 他在2500年前就懂得运用机械原理来发展工艺社会 那鲁班姓公书 明班 因为他是春秋末代时期的鲁国人 所以也被后人称作为鲁班 很多化时代的建筑工具还有建造法则 包括石墨 木具 驱齿 云梯 雕刻技术等等啊 传说都是鲁班建造或者发明的 甚至还沿用到了今天 那这些工具的出现不止大大的提高了工匠们的工作效率 也传达着鲁班反复研究实验精进技术的匠人精神 来到今天 很多跟木工有关的行业都会供奉鲁班为师祖 一些地方还会设立鲁班庙来拜祭他 传统华人的工艺技术是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代代相成 而在现代教育之下 新生代可以通过技职教育教学 更系统化的来学习各种工艺技术 在我国华人社会 当教育还没有像现在那么普及之前 很多孩子年纪轻轻就离乡背井 跟着师父学手艺 在当时拥有一技之长 找吃就会比其他人更容易一些 华人社会很多精湛的工艺技术 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的 不过来到今天 很多华人家庭一直都有个不对的观念 就是觉得说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认为学手艺是靠劳力干的活 赚钱慢很辛苦啊 还有人说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 不体面 大家都希望子女成龙成凤 鼓励孩子读大学专科本科 然后成为专业人士 或者说最低限度找份在办公室 可以吹冷气的朝九晚五的工作 那这样呢就算钱赚不多 但是体面的多 其实在这个年代 在学术上学习比较弱的孩子 他们可以往技职教育路上学习 一样是有着美好前景的 读大教育机构 董事潘永强在接受八点自热报的访问时就说 国人特别是华人子弟和家长 他们普遍对技职教育存有着负面的印象 他们对技职教育的认知还停留在美容 剪头发 修理汽车 这些比较传统的课程上 事实上现在的技职教育已经离开这个层次 进入更高端的领域了 像是现在很夯的人工智能 大数据 区块链 或者说精密的机械课程等等 都是技职教育的一部分 他补充 当年轻一代学习到这些新科技 就能够运用这些知识 像是用大数据来进行调查 做市场研究 收集讯息等等 来帮助传统工艺转型 避免沦落到失传的窘境 相反的传统工艺领域 如果懂得用故事来包装 能够创造品牌 提高产品的经济效益 在年轻人看到险景 又能够收获成就感 那自然就能够进到他们接棒 打造双赢的局面 当然我们也知道说整个国家的经济转型 产业升级 对技术人员的需求是非常高的 那可是我们国内的教育体制 并没有特别重视机子教育 或者是华裔的学生华校的子弟 他们比较不是那么感兴趣 对机子教育有一种这个负面的 或者是不是那么正确的认识 那所以过去几年读到教育机构 就做这个工作 在高等教育这个阶段 去推动机子课程 机子教育 既然要推广机子教育 或者是要重视这个技术人才 我们也配合这个机子教育的发展 我们就策划了 或者是去举办了这项五万奖 打磨 钻洞 上钉子 每天都与木材打交道的造船业 在华人传统老师傅中 鲁班的故事是代代相传 眼前这组用来划线的墨斗和墨尺 更是以前传统华人师傅们 逢年过节必拜的工具 以前初一师傅要拜的 这个要管你拜的 现在没有 以前那些老一辈奖 一个墨斗可以管三个家 三个家平安 两位在大船中间忙进忙出的师傅 继承副业已经是第二级第三代 在二十岁左右 两人因为对念书兴趣缺缺 决定投身造船业 延续家业 虽然每天日晒雨淋 工作辛苦 但因为对这项手艺感兴趣 两人是乐此不疲 一做就是三四十年 本身也是喜欢 喜欢才能有兴趣才能学到 如果那个人 好像一个小孩子来学的时候 他不要 你一直勉强他来做 他都不要 你这边讲 他这边出 学不到东西 到时候他读书完了 他就跑到把生吉隆坡去找工了 而这对吉隆坡手工制鞋工方的夫妇 分别在小学和初中毕业后 就到鞋场当学徒 跨越近半世纪的制鞋生涯后 他们如今已是技术精湛的一代匠人 为顾客两脚定做手工鞋 每一双都是又耐穿又外观精致 虽然年纪大了 但他们夫妻俩的热忱依旧 为了迎合现代潮流 他们每天是变着花样 让这个老行业也能有新设计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是一个老行业 但是你要创新思维 你的东西 你的产品 也是要不断地与时并进要改进 那你才会吸引你的客源 对工作投入 在工艺技术上不断自我提升 敬业乐业认真为顾客服务 就是华人传统匠人的核心精神 独大教育机构董事潘永强表示 设立鲁班奖的宗旨 除了是要肯定传统工艺师傅 也是要将这种精益求精的匠人文化推广出去 所以表面上我们是通过这个独大鲁班奖 表扬一些工匠师傅 他们维护传承这个传统的工艺 但是往外在延伸 我们要推崇要推广的 就是这种匠人精神 这种职人文化 对工作 对事业 对自己的长处要精细 要认真 要负责 要专业 走过数十年岁月 看着许多传统工艺从朝阳走向西阳 而新一代又对传统工艺不感兴趣 受访的这两位制邪师傅和造传师傅都表示 虽然无奈 但他们这些老一辈的师傅 必须接受后继无人的残酷事实 而鲁班奖的创立 除了是对他们这些师傅的一个肯定和鼓励 他们也希望年轻一代通过这个奖 了解传统的鲁班精神 直到掌握技术也是人生一向成就 进而乐意地接下传承的棒子 很好可以给大家一个认同 一个鼓励 现在的小孩 现在的心境 现在的头脑 他们想象的东西不一样 像我们老古董的 他们年轻可能做的东西还比我们更快 长辈常说的 只要你有一技之长 那你就不怕会饿死 那现在也是一样 如果年轻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强地念书 有一些没有能力念书的 他们对手作有兴趣的 也是可以往这个方向走的 行行出状元 其实可以的 是可以的 只要你坚持 你要坚持 你以后会去很钻 要去研究 每一个产品要做得 怎样舒服怎样好 一直要这样子研究 要去专严 开发 一直去想 要怎样做得最好的 更上一层楼的 一定可以的 两年一次的鲁颁奖 今年首次开跑 张氏21岁以上的大马公民 都可以参与提名 被提名者 无论个人或者团体 只要在技职领域深耕多年 而且还在职 对社会和行业有影响力 就可以获得提名 领选单位将会从 全程延续 钻研创新 质量优良 人文温度 从业时间 行业憧憬等 多个要项 来选出五名的得奖人 获奖者将可以得到 4000令吉的奖金和奖座 今年鲁班奖的提名 会在6月30号截止 那所以如果你身边有民间高手 就要趁现在赶快行动哦 请不吝点赞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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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